后面就是著名的南京市长江大小 大家看一看 就在这个大小下面 一家小饭店 特色的土菜馆 也是好多朋友给我推荐的 十几家吧 十几家 我看到两家有点闷了 其实十一家是吧 十一家 全是名单吗 这个可以 森叶一下 森叶我觉得不错 这边是蔬菜 这边是森的可以炒的 你们家开多少钱 我妈他们先开的 没菜单 没菜单 第一道菜是森叶一下 森叶一下 美国的菜 这够肥肠 我们上个人四个菜 阿哥 楼子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有楼 有森叶河下 还有三文鱼 瘦子鞋 柳环黄 都可以森叶 你狗一个森叶一下 森叶河下 再来个瘦子鞋 可以 我们来个两只吧 两只尝尝啊 森叶下 森叶瘦子鞋 都是糊的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是炮大桥 他都要去取这个鱼 一约卖一种鸭 这也不错嘛 漏一不绝 没的菜单 天五就是名单的菜 想吃什么手指就行 老板的这个 老板娘是吧 老板娘的忙了 你看看 你俩喜欢的一部打里面 慢看你 来一闲子 老板娘这个是柳骨头上吗 这么大一份啊 二份大小 快去我们三个呀 能吃完 这是我们的吗 河下啊 好 上桌上桌 快刀起来 能看出来 他这信念的河下 还挺好的 刀起来是美食欧 今天又跟这个大哥 小回一杯 他家伙是听好多人讲诺了 今天终于来厂商了 森叶河下 和我们传统的那种 森叶下不一样 他这森叶卤子 跟我以前在朝着吃的那种 森叶卤子也不一样 他这他们很甜的嘛 豆腐鱼 他们好多人推荐这豆腐 嗯 我还好 美食都经验 大姐这大肠吗 对 这个大肠是多少钱一份啊 一百五 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深腌瘦子鞋 这个深腌瘦子鞋肥 没配的啊 两个深腌瘦子鞋不一样 不一样 嗯 有点区别 这道菜我经验 这道菜我喜欢 但是这种菜 藏位不好的 千万不要尝试 你就算要尝试 搞了白天吃吃 现天现天的啊 不得了 嗯 没放进 大肠很清淡 一点底口都没有 当然我吃这大肠还是喜欢的 就里面没得油的 他都里面是油油的 这喜凉吗 干净的没什么意味 他主要的调味 可能就上面有点辣油 和上面有点酸 那么大的 嗯 估计要半斤一致 这段时间生意 还是最肥的这个 对 对 这这下酒好吃 你要给我这下吃吗 我一个人 就这两只猪鞋够了 这是吃肉还是吃炭 有肉 有骨头 牛骨清淡 放那儿大白鞋 枣子挑挑食 里面有牛肉 哦 牛大骨头 它这烫特别特别清淡 很淡 也有可能看到我们吃了个森叶 那个味儿中 把这个味道给出了 烫的味儿还不错 就是那种牛骨汤的本味 应该讲调料不是很多 刚才电台是个妹妹的价格 跟大姐家的不清不熟的 问他哪个菜都在一边做 这个大汤做 这个大汤做 这个大汤是100元一分 这些是58元一分 然后又对付去呢 48 这个 这个稍微贵 100元 那个68 68 五个菜我价了一下 一共是402 刚才这两个到外头又大汤了一下 发现好几种不上拍的东西 是吧 能够不上拍啊 咱们可以吃 倒鸡倒鸡倒鸡 不不不不 别吓了别吓了 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一二十 我刚才自己穿了 你刚才包的价格是404 然后我们拿着29 我给你500 你给我难砍 这怎么要给你难砍呢 老板说不热情 我们还是按正常价格给 404 我们给你500 因为拿了不少皮静 老板一帮太起 送这个菜 这个都叫黄山 我估计78 88最爽的 欺负家